GSM20161A的二題 這題顯示A這個小球 其實初頭有U1這個速度 撞到沒有速度的小球 撞完後後面的減速 前面的就駕速 現在說明地面是光滑的 而B是初指的 以下有三句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問動能是否守行 momentum 第二個問題是問動能是否守行 就是kinetic energy 首先我們要先了解 動量momentum要守行 沒有外力影響這個系統 它們兩個互相碰撞 不算外力的 是一個內部的力 所以這個情況因為它消除了 說明地面是沒有磨擦力 所以是屬於無系統 所以其實是動量守行 即是說如果你要計算的時候 是可以用這一條碰撞前 是等於碰撞後的動能 即是M1V1加M2V2這個公式 所以第一句是對 其實這個就是強邏速 因為它說是必定正確 就是說其實大部分的撞擊 都是有KE流失的 是只有很少量母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我們選擇 很特別的情況 否則都是當有動能不能失的 所以這個動能必是守行 這個是錯的 大部分的撞擊都是會有動能損失的 好 第三 第三 因為它撞擊的時候 其實B 推 A 向左 A 推 B 向右 這一對力應該是數值相同 方向相反的 因為它們是一對作用力反作用力 所以這條題目講到 A 作用於 B 上高的力 是 F2 B 作用於 A 上高的力 是 F1 其實它們理論上的數值是相同的 所以第三個是對的 所以一和三都對的情況下 這條的答案應該是 C